中国是全球太阳能最大的生产地 具有绝对的溢价权 而最新产出停止杀价 尽管台厂有望获得合理的获利空间 但是茂迪的发言人 今天却在法售会当中表示 第三季应该就是今年的最低点 而第四季虽然有很好的机会会比第三季好 但是幅度有限 随着中国太阳能市场销价竞争告一段落 全球事况有望逐步回稳 不过台厂却仍无法松一口气 受到选举台风以及中国过度竞争 使原物料内部产能过剩 价格将近腰斩等不利因素影响 茂迪第三季毛利率也从第一季跟第二季的20%至22% 下滑至16.2% 前三季EPS0.52元 较去年同期衰退21% 今年第三季看起来应该是今年的最低点 顺利营收的话我们认为第四季也很有机会比第三季好 但是不会爆炸性的好 大概好一点 尽管今年第三季表现因为谷底 茂迪发言人王丁赵指出 中国厂商已停止消价竞争 目前看起来跌价有些许减缓 没有再跌 而随着美国前总统川普重新入主白宫 全球能源市场已遭受巨大震荡 除了美国太阳光电股股价重挫 外媒Politico报导也指出 中国最大的太阳能制造商之一天和光能 原本能因拜登政府的降低通膨法 获得18亿美元抵税福利 却在川普胜选隔天宣布卖场 不管川普会有什么政策来 我想我们就是把自己准备好严正以待 天和光能表示 川普胜选与卖掉工厂无关 卖掉工厂是根据公司在美国长期发展考量而做的决定 但分析师指出 此举显示川普胜选对能源市场的冲击 恐怕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记者杨恒谢龙正台北报道 jump in